我们一起坚持到底 朋友平安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神明发光 今天来读哈盖书第二章 延续上一章的信息 索罗巴伯和百姓们 正全力投入在重建圣殿的工作里 但他们除了要防范外来的敌人之外 还有其他的挑战 当时的耶路撒冷遇到旱灾 收成并不理想 所以百姓们的心里就很沮丧 天赋很体恤百姓们的心情 于是透过哈盖先知 赐下了充满盼望的信息哦 让我们一起来读哈盖书第二章 哈盖书第二章 七月二十一日 耶和华的话领到先知哈盖说 你要小玉犹大省长 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 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 并剩下的百姓 说 你们中间存留的 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 现在你们看着如何 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 耶和华说 索罗巴伯啊 虽然如此 你当刚强 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 你也当刚强 这地的百姓 你们都当刚强做工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这是照着你们出歪集 我与你们立约的话 那时 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 你们不要惧怕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过不多时 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 沧海与汉地 我必震动万国 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 我就使这殿买了荣耀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银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这殿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大刘氏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耶和华的话 临到先知哈盖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向祭司问律法 说 若有人用衣巾都剩肉 这衣巾挨着饼 或汤或酒或油 或别的食物 便算为剩吗 祭司说 不算为剩 哈盖又说 若有人因摸死尸 染了污秽 然后挨着这些物的 哪一样 这物算污秽吗 祭司说 必算污秽 于是哈盖说 耶和华说 证明这国 在我面前也是如此 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 都是如此 他们在坛上所献的 也是如此 现在你们要追想 此日以前 耶和华的殿 没有一块石头 垒在石头上的光景 在那一切日子 有人来到谷堆 想得二十斗 只得了十斗 有人来到酒池 想得五十桶 只得了二十桶 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 我以汉风 梅烂 冰雹 攻击你们 你们仍不归向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 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 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 苍里有古种吗 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榴树 橄榄树 都没有结果子 从今日起 我必赐福于你们 这月二十四日 耶和华的话 二次临到哈盖说 你要告诉犹大省长 索罗巴伯说 我必震动天地 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 除灭列邦的势力 并倾覆战车 和坐在骑上的 马必跌倒 骑马的败落 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 索罗巴伯啊 到那日 我必以你为应 因我拣选了你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感谢神 他很有耐心地说明了 这场干旱的主要原因 同时他也赐下祝福 鼓励百姓们 更积极地追求神 不要失去盼望 大家要一起坚持下去 亲爱的朋友 你也正在艰困的处境中 开展着重要的任务吗 相信你的压力一定不小 真的辛苦了 虽然缺乏资源 很容易让我们陷入焦虑 失去信心 但当我们持续 倚靠神的帮助不放弃 相信他就必在这段旅途中 让我们领受到满满的恩典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无论处境有多困难 我都要积极追求你的心意 以抗你的帮助 也求你赐福我手中的工作 一路与我同在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明天我们将进入下一卷先知书 萨迦利亚书 当哈盖先知 从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时 其实萨迦利亚先知 也在队伍当中哦 让我们也从他的视角 来领受神美好的心意吧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为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